大家好,这是一部恐怖片 我是主角月亮脸 妈 我好像是演对面的妹子 这个剧情好像是月亮脸一会儿会追出来 然后一刀让我去领饭盒 这妹子是群众演员啊 这个剧组是不是太call了 群众演员的服装就一块布啊 我为什么要走得这么猥琐 这样走的意思是速度可以慢一点 多给群众演员一点戏份 一点镜头是吧 那猥琐也得发育出节奏感啊 走起来妹子 这都啥节奏啊 好像还有一个群众演员被挂在墙上 群众演员真不容易啊 这里还躺着一个演尸体的 你们把我的戏份都抢完了 这搞得我死不了 但主角真好 可以在片场走来走去 我这得找路逃出恐怖医院是吧 没看剧本我都猜出剧情了 咱咱看 主角真好 在片场还到处贴自己的海报 月亮脸肯定是这部剧的主角 死锤 终于有一个有台词的群众演员了 他的台词就有一个字 然后就演尸体了 又抢我的戏 我又死不了 那我接下来要继续找戏演是吧 这个剧本让群众演员自己发挥吗 此时已经太多人演 那我是不是要演僵尸 找回路啊 主角这演的是猛鬼啊 会飘移 我明白了 我之所以在这部戏里跑龙胎的意义 是因为我要不断的让主角追我 然后增加主角表演的时长 原来我扮演的是捉迷场角色 没问题 玩起来 开个煤气 这是要给主角下陷阱 出去引他过来 开个煤气 来呀 追我呀 开个煤气 这一瞬间你该明白 其实剧本骗了你 月亮脸不是主角 妹子才是主角 因为主角不会死 但是你死了 这怎么又活了 因为主角不会死 那我该领饭喝了是吧 那我该领饭喝了是吧 不 不是我是主角 这剧本太飘了吧 我咋又能控制月亮脸了 我变主角了 现在我们控制的是月亮脸 刚才的妹子被挂墙上了 是谁下的手 我 杰森 月亮脸 你是配角 我才是主角 这谁写的剧本这么漂亮 到底谁是主角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